Salut les amis, 我是冬冬, 欢迎收看饮食法文 上次和大家交流的Prioche 其实在三年前已经将它和相关的历史介绍过 只不过当时做的不是Prioche de Nandaire 而是Prioche Vendienne 有时亦都叫做Prioche Trissée 编辑Prioche 当时手艺生疏做得不太好看 所以今次想重组一次 顺便补充一些遗留的资料 好, 立刻动手, 一边做一边说 今次重组旺代Prioche 所需面团和上次的基本相同 那我就不再重复说了 但会趁机会补充一下Prioche这个字的来源 据说它是源自古诺漫方言中的动词Prié 意思是现代法文中的Prié 中文亦是磨炎 意思是指要长时间插面团 才能够在有这么多牛油之下 仍然能够令口感松软 之后Prié再结合代表甜点的后绝词Oche 于是变成今天的Prioche 由此可见, 这是一款糕点 而最大的要点是在插面上要花很大的功夫 又由于这个面团会用上大量的牛油 所以如果用手去插 因为手掌有体温 长时间接触牛油会令它溶化 所以现在的人几乎都一致用厨师机去插 可以避免牛油溶化 这样就保证有理想效果 面团插好后在室内放半个小时 然后将发胀的面团压扁 排走空气 再用保鲜膜包好放入冰箱冷一晚 到第二天就可以正式做旺代Prié 今次的面团重约600克 可以做两个蛋糕 每个需要三个小面团 所以先将准备好的面团分成六等份 然后将每块小面团插成长条 方法是这样的 将面团用掌心压扁成为长条形 然后其中一只手一边拉起面团对接 另一只手用掌心将面团再压扁 同时将面团拉长 这样重复两至三次 面团就会变成长形 再用手掌轻轻轻压着面团的中间 一边前后滚动 一边向两边推 这样面团就会越推越长 变成一条长面条 这样重复将另外两块小面团 拉成相同长度的面条 然后将三条面条 放成一个爪字形 将其中一头轻轻压在一起 接着将中间的那一条略为方側 再将右边有一条 从上跨过放在中间 之后将左边的又跨过放在中间 这样每次轮回 将最外的一条面条跨过放在中间 直到最尾 将三条面条的没端 搭在一起压实 然后藏在面团底下 另一端的三条面条 亦都用同样的方法整理一下 旺代Prioche就算编好了 接着的工序就像上次一样 先帮面团掃一层蛋液 之后将面团用布盖好 在室温存放约摸90分钟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面团又盘起来 之后再锁一层蛋液 接着就可以放入已经预热的烤炉里面 用180度烤大约25分钟 烤熟之后还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用100克水 对135克糖的比例 煮一些糖水 趁着蛋糕刚刚出炉的时候 然后立刻掃上去 然后再放入烤炉里面 烤3至5分钟 这样做的作用 除了令到蛋糕闪闪发亮 非常好看之外 还可以起到保鲜作用 同时令到食味更加丰富 烤好之后趁热吃 真的很好吃 这款蛋糕和上一次的Prioche de Nandere 在食味和口感上非常相似 只不过造型不同 但其实用Prioche面团做的蛋糕 还有很多款 内容亦颇为不同 接着我会继续做好几款 来与大家交流 所以之前说Prioche面团 是法式糕点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 真的不是乱说的 今次就说到这里 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内容 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到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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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下期再见